圣言圣宴 饥渴慕意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 我们的心可慕更多地认识你 更多地明白你的旨意 让我们查考圣经时 心灵得到饱足 像享受丰盛的研习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 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也吸在景象上 刻在心安上 除了我站立 我请为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 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 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张静 我是立心 感谢神的恩典 让我们透过良友所制播的 圣言圣宴这节目 我们一块来查考圣经 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进入到罗马书第16章 也就是罗马书这卷书信里面的最后一段了 在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有许多的问安 不仅仅是问候收信的人 他也替这些在他一起同在的 这些同工们问候罗马教会的信徒 当然在最后呢 还是有一些劝勉的 那么我们先有一些观察 再解释之后有两位同工 来做生活上面的应用 在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25节呢 特别是16章25节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用词 叫做 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 和所讲的耶稣基督 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 兼顾你们的心 那这个奥秘呢 事实上是保罗一直在强调的 他强调这奥秘讲出来以后呢 就告诉大家说 其实就是神的一个救赎 在旧约时代 或者耶稣基督降生之前 人们以为 这神的救赎计划是什么 是一种奥秘 但是呢 因为主完成了 所以保罗所传讲的 就是这个奥秘 这奥秘已经显明出来了 26节说 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了 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 就是永生神的定义 定命 借着众先知的书 只是万国的名 使他们信服真道 这整卷书的结尾 我们看到保罗是这样子的一个 作为一个宣告 也是他传福音的一个心智 另外呢 在这一章的经文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重复的用词是不断出现的 提到在主里 或者在基督里 无论是问安的 或是被问候的人 都说是在主里 一同劳苦的 或者说在主里 一同坐监的 或者说在主里 家中的教会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保罗在这一段的问候当中 是非常强调 信徒们必须在主里 另外呢 我们也看到 对于姐妹的一个看重 在第一节 讲到了 菲比 这位直士 女直士 另外呢 第三节 讲到 白基拉 这对夫妇里面 他先提到了这个妻子 还有第六节的玛利亚 十二节到十三节当中呢 又提到了几位女性 另外又提到了 鲁福和他的母亲 好 在这里我们看到 这是保罗在 罗马书最后问安当中的 一些特色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很快的 两位同工 就我们今天的 这一段经文当中 有什么样的回馈 或是一种 生活上的应用呢 我觉得 蛮欣赏保罗 他这样子 看重人的心态 就是在教会里面 不仅仅是聚会 不仅仅是服侍 更也是去 关心别人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所去 交谈的对象 关心的对象 往往只是我们 比较亲密的一些朋友 但是保罗 他却有一个 更宽广的眼界 他看到了这些人 而且他也看到 他们背后 可能付出的一些劳苦 而且他都 他都记在心上 也都关心他们 是 这是保罗 他在关怀弟兄姐妹的时候 是非常到位的 非常 生活化 而且认知他们的需要 好 来 张静 我觉得 连保罗都会 非常纪念这些 他没有见 可能是没有见过 或者是他有认识 但很久 他都没有联系 在这些 在罗马地区的这些 弟兄姐妹 他纪念这些 弟兄姐妹的状况 特别他会 纪念他们 为主劳苦 对 有时候其实我们服事 我们其实会想说 到底我们的劳苦 有没有被纪念 到底我们所摆上的 但是我觉得 连保罗都纪念 难道我们的主耶稣 不会纪念吗 那我觉得说 其实我们所做的 在我们 我们在教会当中 我们所摆上的 我相信 保罗可以看见 就是保罗会了解 那些弟兄姐妹 他们所摆上的 那我们的神 其实 更能够 对 不是只有在当时 比保罗更清楚我们 是 所以我们所做的 我相信神都纪念 神纪念我们所摆上的 这一切的劳苦 是 好 感谢主 让我们也能够 像保罗一样去关心 去问候别人 那更多的时候 我们也像 刚才张静所说的 就是 即使别人不记得我们 但是主更记得我们 是 一定记得我们 好 感谢主 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 分享交流 节目最后 要跟您说再会了 我是袁泽善牧师 我是张静 我是立心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